我们讲完了牙的急性损伤 我们来看一下慢性的损伤 包含了这几大块的疾病 首先看第一个歇缺 这在临床中很多件 有可能这个病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得到 不一定是因为歇缺来找你的 但是你在一些年纪大的病人当中 总是能看到这个胛侧的颈部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缺损 那歇缺呢 它与不恰当的刷牙方式 尤其是横刷 或者是刷牙力量过大有关系 另外与一些酸的作用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 一些科普的人说 说你不要吃完酸性的食物之后 或者吃完一些酸的水果之后 马上刷牙 其实跟它也有一定的一些关系 另外呢 跟颈部的结构的薄弱区有关 我们知道牙颈部 上面是幼脂 下面是这个牙骨质 幼脂和骨质的连接方式有几种 一种呢就是这样 端端相接 对吧 一种是盖着它的 还有一种就比较差了 就两个根本就没接上 那像最后这种发生歇缺的概率 肯定要更大一些 最后一个就是 一般认为牙颈部是一个硬力的集中区 就是大家就记得什么地方 就是缩小的呀 缩窄的呀 尖尖棱棱棱的 都是硬力集中区 我们知道罐是比较大的 到颈部缩窄 到牙根了 然后整个都在牙草骨内 所以牙颈部这个硬力集中区的话 牙体组织是比较疲劳的 也容易出现歇缺 那我们看一下 歇缺呢 它最常见的牙位 就是前膜牙 肩牙 B膜牙 这些位置相对都比较多 那歇缺它的深浅不同 症状也不一样 浅一点的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在深的话 可能有一些敏感呢 甚至于牙髓的症状 或者是牙齿就因此而折断了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歇缺往往 它的治疗方式呢 就是要进行一个充填 或者是再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做这种的 根管治疗再充填 这就给大家看的 比较严重的一个歇缺 导致了一个牙髓的一个感染 下一个我们慢性 这个损伤性的疾病呢 叫磨损 这里面还有一个词叫磨耗 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耗是消耗品 损是损伤 对吧 那所以直到这儿 我们就知道了 磨损肯定是有病的 病理性的 所以叫损伤嘛 磨耗不是病理性的 是生理性的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年轻横牙 在刚刚萌出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牙尖比较高 抖 然后呢 窝钩啊 也都比较的明显 所以这样的一些牙齿 它的优点就在于 咀嚼效能是比较高的 就拿它吃东西 磨碎东西 那肯定是比较快的 所以年轻人就喜欢吃一些 有嚼劲的 有韧性的一些东西 老年人就喜欢吃一些 软的一些东西 烂一点的东西 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它的缺点 牙尖过于高抖之后 它的侧向力就会比较大 但年轻人还好 因为它牙周条件比较好 到了年老了 我们牙齿整个的一个魔号之后 牙尖变得比较平 这个时候咀嚼效能下降 但是侧向力也小了 力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小 这与它牙周组织是相适应的 年轻牙周条件好 侧向力大点没关系 年纪大了 侧向力呢相对小 牙周组织也不太好了 两者是相适应的 那同学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大家看从这到这 就明显的看到牙矮了一截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牙齿解释 其他地方都不动 那矮了一截就意味着人到老了 是不是这个垂直距离就变矮了 就短了嘛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牙齿根间这部分的牙骨质 一生当中在不断的争生沉积 所以就相当于牙虽矮了 没关系 这个地方争生沉积 把牙就往外顶 使得呢 它的高度啊 年轻的时候相差并不大 但是牙变得更平一点 那顶出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灌根底 对吧 就意味着牙灌变得更长了 牙一退缩 牙根呢 相对来说可能要短一点 所以这也是老年人 你经常看到 灌为什么那么长 牙根那个牙颈不外露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这就是我们就这又多说了一点 到我们跟尖周的时候 这句话我还会再次提 所以我们在这先打个埋笔 好 那我们知道了 魔号是生理性的 不光合面有 灵面也会有 灵接的关系 从点对点到最后面对面 会越磨呢 这个面相对来说就越大 磨损就是一个病理性的了 与很多的因素有关 比如说牙齿本身的结构的问题 还有喜欢吃一些硬性的食物 或者是有夜磨牙呀 紧咬牙呀 等等一些不良习惯 这都是有关系的 那它的临床表现根据磨损的程度不同 也不一样 轻一点的 仅仅是幼稚方面有一部分的缺失 漏了一点牙本质 再重的话 牙本质漏的就比较厉害了 对吧 再往下重的发展 那可能就会出现牙髓的暴露 乃至于最后到残根残灌 所以呢 我们最后的诊断 就来看它磨损的程度 也不一样 那到了磨损比较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会造成黏膜上的一个 闯伤性的溃疡 对吧 大家在临床中经常看到下溜 尤其下溜特别明显 这是甲侧 这是舌侧 大家是不是经常见到下溜 有一个舌尖会特别的高抖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牙尖 一方面牙容易批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牙齿左右错的时候 它没法错 它必须得嘴张开一点才能过去 有一些和闯伤 对关节也不好 另外这些高抖的牙尖 容易引起我们创伤性的溃疡 这都是一些磨损的一些并发症 我们分为轻度的 中度的和重度的不同的磨损 轻度的仅仅是幼质的 到中度呢 就是到了牙本质 重度的就是到了牙髓了 那它的治疗 首先第一个要先去掉病因 第二个呢 根据磨损的程度不同 我们选择是调和呀 还是做灌修复啊 做咬和的一些重建呢 或者是做根管治疗了 等等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 酸食症 酸食症实际上有一段时间 已经从教科书上面去消失了 原因就是一开始 我们上学那个阶段 讲酸食症都是化工厂 就是一些工人 受到一些强酸强碱 有这些酸物的条件下 所影响的酸食症 那实际上消失了之后 就是因为工业的发展 那这个时候 这个症状已经很少了 但是会发现呢 又拿回来了 原因就是什么 碳酸饮料 它的大量的摄入 所以造成这种慢性的 有饮食因素 所导致的酸食症 变得比较多了 所以我刚才说到的 碳酸饮料 还有一些酸性的 一些食物 药物 比如说口嚼型的 这个阿斯匹林 这是含酸性的 还有口嚼型的维生素C 这是外源性的一些影响 还有内源性的 就是胃酸 比如说有一些 胃肠道的疾病的人 那么他这个不停的呕吐 胃酸也会对牙齿 有一定的损伤 就酸食症的病因 那么我们酸食症呢 对饮食上面 它会分了五度 怎么去记 这个就是五酸了 先记分几度 可能北方的同学 对这个词啊 比较好理解 我不知道南方能不能理解 五酸了 就什么东西 你没有直接厂的 都捂着它 时间长就酸了 那是这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说五酸了 酸食症分为几度 分为五度 对吧 你先把分几度搞清楚 然后我们再去看 每度代表什么意思 这就好理解了 记住 所有的分五度的话 零都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 一二三四五 对吧 然后我们看 零是正常的 一 什么问题 仅仅有颜色的改变 形态没有缺损 二三四五 就开始有形态的缺损了 二呢 是累积到了什么指啊 右指 三和四 是累积雅本质 以二分之一为界 五 到哪里了 到雅髓 所以说我们整个 酸食症是这么来分的 这样好理吧 我们再说一遍啊 零是正常的 五是道牙髓 一是什么 仅有颜色的改变 没有形态 二有形态 那就先累积谁 右指 三和四呢 是雅本质 以二分之一为界 小于二分之一 就是三 大于二分之一 就是四 所以这个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好记一点 这就是酸食症的一个分度 那工业性的 刚才我们说了 强酸强碱的一些影响 进展速度 可比酸食症要快得多 而且那个削面啊 是比较平的 酸食症那个喝可乐之后 那个面是 是麻麻来来的 就感觉起来就是坑坑洼洼的 然后边界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工业性的 它是刀削的这种面 而且早期就麻木疼痛的一些感觉 诊断比较好诊断 那治疗我们就是对症 对阴的进行处理 这个碳酸饮料少吃了 对吧如果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个疾病 即时的进行一个治疗 我们可以进行冲田呢 进行一些这个 我们灌的一些修复啊 根据它缺损的情况 引裂 牙引裂最好发的一个部位 就是上合的六 这与我们牙齿的结构 和它所受的合力的大小 有明显的关系 为什么说跟结构有关系呢 我们知道牙齿上面的一些窝钩 实际上是牙齿发育的 不同的生长叶 相互融合而生存的 就意味着 大家看我这个两个手之间 比如说这是窝钩 那这两个生长叶融合在一起 本身就不是一体的 那肯定容易裂呀 对吧 再加上六所受的合力 是拳口最大的 所以上六是最多件的 上六最多件 那我们说引裂 它的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大家看刚才我说 这个两个手之间是引裂 有这个裂纹了 你吃一些正常的东西还好吧 吃什么呢 比如说辣椒籽 芹菜丝 牛肉丝 就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这个辣椒籽 举个例子 正好放在了我们这个引裂的中间 然后对合牙这样一咬 一塞的话 会出现什么现象 塞着这个辣椒籽 往这个引裂里面去塞进去 对吧 这个牙齿就出现撑裂一样的疼痛 所以它的症状叫 咬在某一部位引起剧烈的疼痛 这个某一部位就是哪里 引裂 这就是它特征的表现 咬在某一部位 剧烈的疼痛 那我们检查呢 可以看到引裂纹 这个引裂纹记住 刚才我说了 跟蜗钩是有关系的 因为是不同的生长叶融合的迹象 所以记住牢牢记住 引裂一定是从蜗钩发起的 越过边缘级 如果它没越过边缘级 就不能称之为引裂 一定是从蜗钩开始重叠的 越过整个的边缘级 那根据我们引裂的情况不同 它的症状也不一样 有的呢 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 有的症状就比较重 更严重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牙髓 甚至于根肩周的一些症状 诊断很简单了 我们就是能看到引裂纹就可以了 对吧 那如果说你看不到引裂纹 你又高度怀疑引裂 两个方法 第一个 我们前面讲了 它的这个典型的症状 我们就可以给病人一个棉签棍 我一般喜欢给一个棉签棍 尤其那个塑料的棉签 让病人拿它咬 我跟他说你咬到哪 你就停下来不动 告诉我 病人说咬 诶 这儿就这儿疼 那好 张开嘴 我就看这个棉签棍 指的这个部位 可能往往我能找到引裂纹 如果这儿还找不到的话 怎么办 染色法 这是最好的办法 用这个点酒 或者是用龙丹子 把牙上都涂上 然后用水冲洗 对吧 那这个染料就会渗到 这个引裂纹里面 非常容易就能看得到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不同的诊断 那至于怎么治疗的话 我们就要根据 它的症状不同了 一样你看 你发现我讲 所有的治疗 都是从轻到重 轻一点的 病人啥症状也没有 偶尔检查的时候 发现的 那咋办 调和就行了 不需要额外处理 你稍微调和 减轻一点盒里 再重一点的话 怎么办 你把这个引裂当成取病 磨开了 冲田 但是注意了 这个时候冲田 你是不能够选择 银拱合金的 只能用树脂 对吧 因为它有粘截力 能给我给它万几句 再重一点 做一个罐 给它包起来 对吧 再重 如果有牙随症状 根管治疗 加上罐修复 再重 同学到这可能就来了 拔了 在拔之前 再给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些手术 比如说牙周 讲的一些半切术啊 结根术啊 我们至少还能留一半的牙 对吧 还能留多几个根 这也是可以的 实在不行 我们再考虑 拔除 所以从轻到重 这样的话 你选择就不会容易选错 这是我们做的引裂 下一个呢 叫牙根纵裂 那其实它跟引裂很类似 都是与合力相关的 与一些咬合力相关 另外跟结构相关 什么样的牙 牙根容易裂呀 做过根管治疗的 尤其是做过 原因根管治疗 一个我们整个的牙体组织 失去了牙髓的一些 这个营养 所以它变得比较脆 第二种情况下呢 有可能就是我们 做根管治疗的时候 因为要做根背 对吧 一根背就会把随腔 根管就扩大 导致这个臂比较薄 也容易出现一些 纵裂的表现 那么纵裂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主要跟合力 有一定的关系 那引裂是上瘤 牙根的纵裂呢 就是下瘤 老年人比较多一些 它的临床的表现 大家看片子就好理解了 这就是纵裂 你不一定能看到到裂纹 但是你能看到裂开之后 整个的牙根 这边的根管壁移位了 所以导致我们中间的 根管的形态增宽了 对吧 它是不自然的一个增宽 我们正常的根管形态 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定的追度的 对吧 它是一个顺滑下来 但是你看到这儿 上面都还好 下面这个部位 比上面还要宽 而且是这样平行的一位 这就是纵裂的一些 这个癌线片的一个表现 那除了我们在癌线片上 临床中会有什么呀 咬合痛啊 牙龈会肿啊 对吧 这个牙齿可能还会有一些松动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临床表现 这就是中裂 那么中裂的牙呢 我们要么然就可以做一些 牙根的一些手术 比如说半切结根 或者索性 这颗牙不能保留 就只能考虑拔掉了 我们看非曲类疾病的最后一个 也是一个独立的 跟别人都不太一样的 叫牙本质的敏感症 你看它最终是落在了症上 症和病不一样 病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症是什么呢 症状 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新冠肺炎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病 对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感冒 然后呢 还有这个其他的 这都是病 比如说流感呢 比如说肺炎呢 其他的肺炎呢 比如说蓝尾炎啊 这都是病 那这些病 它可能共有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知道在这一年当中 大家最害怕的一个词 就是我发烧了 谁要说一发烧了 别人就赶快离你远一点 这人是怎么回事 或者我咳嗽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发烧的病人 都是新冠肺炎 他有可能 刚才我说蓝尾炎啊 或者是扁桃体发炎了呀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流感呢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说新冠肺炎 这是病 发烧 这是症 那牙本质敏感症 它也是一个症状 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牙体遇到了冷热酸甜 冷热我们叫温度 酸甜呢 我们叫化学物质 或者机械的刺激 机械就比如说拿碳针滑 刷牙的时候牙刷 这些 遇到这样的一些刺激之后 出现的一些一过性的 酸软痛的一些症状 我们就叫做牙本质敏感 那原则上 只要牙本质暴露了 我们都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 不论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 取病 比如说外伤 急性的 慢性的 歇缺呀 磨损呀 引烈呀 等等 都可能会出现牙本质敏感 那么牙本质敏感呢 由于它对整个的机械刺激 它是最敏感的 所以我们往往用探针尖去找它的敏感点 它的病因有很多 刚才我们说了牙本质要暴露 而且呢可能还有跟全身的应激性的反应增高 有一定的关系 女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那发病机制大概有这么几个学说 我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听一下 神经传导 外界的刺激通过神经传递到大脑 这是一个学说 另外还有就是牙本质的细胞的一个传导 说细胞突 直接外界刺激就刺激到细胞突了 然后传递过来的 那现在大家所公认的就是流体动力学理论 就是我给你讲讲什么叫流体动力学理论 外界刺激引起牙本质小管叶的流动 牙本质小管叶一流动 把这个刺激传递到了成牙本质的细胞突 细胞突传递到了我们整个的神经 这就叫流体动力学理论 听着耳熟不 肯定耳熟 前面我们在讲牙髓牙本质符合体的时候 讲过这一套 对吧 那他换了一个词 流体动力学 流体是啥 就液体呗 就是牙本质小管叶 动力呢 就是把这个刺激传递过去 动力传递过去 叫流体动力学理论 起了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一个名称 实际上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林川表现刚才说了 哪个刺激最敏感啊 机械刺激 所以我们用探针尖 去找他的敏感点 那我们整个的治疗 我们可以用一些脱敏的一些 牙膏啊 药膏 激光啊 甚至于说比较严重的 我们用一些充填的方式 或者是实在不行的话 根管治疗或者是灌修复 这都是可以考虑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取病和非取类的疾病 这一大块的一个内容 那么后面呢我们会给大家讲 牙髓病 根肩周病 以及他的一些质量 谢谢大家